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用 PWM 的原理 調整 LED 燈的亮暗 來 我們看一下程式 那這個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我就跳過了 待會我會主要以 就是以現場的電路實際來做說明 程式不常 程式不常就是 set up 不多說 設定這個 拼腳的輸出模式 為 output 拼腳是 output 的一個模式 再來 loop 的部分 分成兩個小小 loop 這兩個小小 loop 分別用 4 來做 這個 效果 第一組 4 是讓它從 這個拼腳的 PWM 值是從 0 到 25 第二組 是從 25 再降回 0 中間其實不難 就是都是 Analog Write Analog Write Analog Write 基本上 如果你去點選我這邊的連結 Analog Write 是做什麼 這邊都有一些說明 所以我就不太特別點過去了 好 我們回到實體線路 所以它接線其實相對的簡單 第一個我們觀察到這個燈 應該希望錄影的效果還可以 就是說它會從亮變暗 再從暗變亮 錄影的效果好像沒有實際現場看到的 實際現場看到它亮到暗的效果是有的 但是因為這種自動對焦 自動 怎麼說 抓 這個白平衡的這種相機 它基本上會吃掉一些 你現場眼睛看到的一個效果 我們不管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它怎麼接線 所以從頭到尾 Arduino 只出了兩條線 一條是 Ground 一條是 Pin 角 6 剛剛程式上有說 Pin 角 6 那 Pin 角 6 拉到了一個電阻 這個電阻本來應該用一個 一般的 220 歐姆的電阻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現場沒有 所以我用了一個 10k 的電阻 調成 220 歐姆之後 接到 LED 的正角 然後 LED 的副角 就走著這條黃色的線回來 回到 Arduino Ground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這裡供電 這裡回電 就是一個正 一個副 那用這樣的方式 加上 PWM 原理 什麼叫 PWM 剛剛有連結可以點進去看 PWM 基本上它是利用 通電的功率的時間百分比 時間的百分比 來造成這個通電的功率的變化 時間的百分比造成功率的百分比 那就可以產生 這個 LED 燈的亮暗的變化 很抱歉錄影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很 我們看到好像幾乎是全量全奧 沒有它這邊還是蠻 delicate 那如果這個電阻的值 沒有抓得恰到好處 這個 LED 燈它不會吃到 滿完整的 0 到 3 或 4 伏的一個電壓 它如果電阻太大 它的電壓會太低 電阻太小 這個 LED 的電壓會比較高 都不是很好的效果 我試一下好了 譬如說這樣子 這樣就是我的電阻太大了 所以 LED 燈不亮了 因為所有的電壓 0 到 5 伏都吃在電阻上了 那如果全開的話呢 現在其實呢 我們在眼睛實體看到的東西 它的亮暗的變化就沒有那麼明顯 有啦 還是有 還是可以看到亮暗的變化 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就是 比剛剛來講 效果稍微差了一點 大概可以看到它爆亮的樣子 那就是 當 來 倒一下螢幕 當我們這個 ANALYT 的時候 它如果出現了一個 完整的 255 的值的時候 它就會爆亮 當它出現是 0 的值的時候 它就會整個暗掉 那 以上就是 用這個 PWM 的原理 調整 LED 燈亮暗的一個 demo 好 謝謝大家